根据法庭文件 曾庆富涉嫌精心策划骗局 利用伪造文书 虚假电邮和一次性电话 将来自中国大陆的 假冒耐克路易威登等品牌运动鞋 运到纽约和新泽西 以玻璃花瓶风扇等货品名义 通过海关清关后 运往布鲁克林皇后区和长岛等地的 私人仓库 假冒运动鞋在那里被分拆出售 起诉书指出 在过去几年内 联邦探员查获的近 130个集装箱的假冒名牌鞋 都与一个专门出口假货 到美国的中国团伙有关 而曾庆富是这个团伙的关键人物 据调查 几年来相关的多起走私假冒案件 设计的总金额高达4.72亿美元 12月27日 曾庆富在华盛顿地西的 都勒斯机场登机时 被联邦特工逮捕 目前这起案件已从福吉尼亚州 移交给纽约东西检察官办公室 新台记者唐成纽约报道 中文章 10号 20号 22号 2号 1号 20号 20号 26号 2号 33号 3号 3号 4号